还是保卫L-235B双光源智能台灯 在智能界网免费使用中 快来申请吧 9月在德国举办的IFA-2019大展 已有众多选手将要登场 包括华为、索尼、LJ、Rugia等 现在联想Moto也要来加一把火 来自MSP的消息称 Moto Lula有望在IFA上推出新机Moto One Pro 其中在部分市场会以OneZoom的名字上市 核心配置上 Moto One Pro采用6.2英寸水滴屏 搭载三星Exos 9609处理器 支持屏幕指纹识别 保留3.5mm耳机孔 不过Moto One Pro采用的是后置四摄预霸方案 四颗摄像头中主摄为索尼4800万像素 此外还有一颗广角 一颗5被混合变焦的长镜头和一颗深感镜头 Moto One Pro采用的是后置四摄预霸方案 还整合了logo 整个模组看起来就非常大 Moto One Pro机身三维尺寸是 158.7x75x9.8mm 这个厚度是包含摄像头凸起的部分 话说今年的手机对于预霸设计有点偏爱 不知道你是不是已经习惯了这样的设计呢 价格方面 Moto One Pro预计399欧元 约合人民币3152元 好了 本期的每日之不报就到这里 更多有趣高等资讯就在新轮界 欢迎大家去我们官网的送中测频道 免费收信金库品 请大家多多关注我们